孟茴长,欢迎来到擂台,我是蓝虎,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 关战方的话是一手零魔城,最战方的话是魔王。 最战方给关战方丢一手放下。 关战方这只红孩的话,烧最战方人物烧不动。 关战方人物给自己起一手野兽。 关战方继续出。 这只红孩的话有鬼眼,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秒到对战方的一个宝宝。 哎哟,对战方这一手飞杀走实的话,直接是把关战方秒崩了。 好在红孩儿对宝宝的一个杀伤力还是很高。 对战方出孩子。 关战方这只高连直接选择去点杀对战方的一个人。 关战方再起争取显灵。 这样的话在未来的两回合,关战方的一个输出将达到最大化。 对战方起一三节点宝王还失败了。 那这样的话,看一看对战方这两回合怎么扛。 对战方只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子女。 对战方宝宝给对战方人物卡血。 哎,我靠,关战方关键时刻跳了一手。 对战方再出一手配复。 我靠,这一回合跳的真的是有点麻。 这真军的第二回合才想起来秒。 打对战方人物四五千五一万多。 但是这个真军的一个伤害确实是高。 对战方再出。 场上来到第九回合。 对战方的一个状态非常的不好。 对战方一手精操怒甩出去。 对战方人物直接被点杀。 这样的话对战方的一个配速也跟着飞。 可能会是对战方人物。 对战方人物的一个来战方人物。